现在进行讨论四项第二案 兵案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报告四项第36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 兵案经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决议令定期处理 现在进行处理 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报告四项第36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立法院职权行事法不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之 院会决定提出复议案 宣读完毕 那么我们现在依登记顺序花园 请黄委员国昌花园时间三分钟 院长还有本院委员 今天时代力量针对这个支持而提出复议案 是希望我们针对有关于国会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国会人士同意权行使的程序 针对目前现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提出了实质的修正内容 希望这样的修正内容能够在委员会进行审议讨论的时候 跟其他各个版本都并入委员会当中进行实质专业的审查 那进入条文内容具体的讨论 那我相信各位同仁应该都可以认识到 目前台湾社会对于国会改革 以及接下来我们国会所要行使的国会人士同意权 程序的再充实都有相当高的期待 因此希望可以恳请本院的其他的同仁 能够支持将这个案子 向委员会里面进行实质的审查 谢谢 报告委员会 时代力量党团首提复议案 可否照案通过 有无意义 无意义 那么请议事人员重新宣读第36案 第36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逆据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早安情审议案 程序委会议件 你请委员交司法及法事委员会审查 全委员会有意 无意照程序委员会意见处理